來補充一下其實我的名字叫青蟲 對,我上次 我上次有 上次有簡單自我介紹過 我是阿楓的同學 就是之前跟阿楓在大學的時候參加很多活動 然後算是跟他有一起經歷 然後一起成長 然後我今天要講這個東西是 其實這個PowerPoint 就是我剛剛在彩色巴黎做的 因為其實我 剛才教練的時候我看到很多很夢想的 創造者還有創業家 還有很多各種夥伴來分享自己的東西 然後在現階段來講的話 我一開始想說並沒有太多 東西想要分享 其實有焦點的夥伴比我說 可以分享你現在的一些 迷惘或是返忙 因為搞不好現場也有一些人是跟我們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就想說好 我剛剛就在彩色巴黎把這個PowerPoint的臨時 趕出來然後就幫我們 來這邊分享 我是高一大畢業 中山治觀所 念完碩士班 然後剛退伍 我在成功里 就是待著那個 下次分隊長 就是要在前面帶一杯 熊壯 剛從成功里畢業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面臨一個東西 就是要找工作 那其實剛剛很多人分享說 找工作就會有很多迷惘的時期 我現在也剛好處於一個找工作迷惘的時期 不過要說我的迷惘的話 我可能要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跟在場各位一樣 就是很愛玩弄學生 各種活動都喜歡去碰一下 就是有各種展覽啊 或者是學生會 因為那個學生議會 我都會參加 就參加一些學校很多活動 除了這活動之外呢 剛好跟這一次呢 教練夥伴很多人一樣 我是辯論社出身的 我剛才跟幾個 就是有打辯論的活動 稍微聊一下 我之前社團就參加辯論社 然後學生會跟學生議會 除此之外就是 我其實 蠻喜歡寫一些有的沒有東西 就是我喜歡創作 因為我覺得文字可以搞到很多東西 所以在學校的時候 又很 就是鼓起勇劇投稿 那到最後我們有把我們 所以我們那時候比賽完 我是寫心思跟小說 然後有 就是有得獎 然後我們後來 那時候有去出書對不對 就第一本做筆記 那除此之外 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很喜歡 寫一些東西之外 我自己很喜歡影片 我喜歡看電影 所以後來我們 就在一些活動中 我們去攝影 然後後來我們攝影的影片 就去參加五名小戰 當年舉辦的五名兩名比賽 對 那就是有 獲得一些回饋 就還蠻高興 那時候有看到魏德勝 就是很開心跟他拍照 對 那除此之外 因為我們是職管出身 然後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 我在高興大學的圖中 就是很多好朋友 所以他好朋友 陪我去做很多 很特別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去參加 當年的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是跟賓士企業合作 然後他們有給我們一筆錢 然後我們開著賓士車 然後去看什麼去辦的一些活動 所以其實 職管和商管領域 我有很多很有興趣的東西 但是 就是其實 我自己知道說 通常一般來說 職管學生畢業 通常都會去選擇寫程式的工作 但其實我自己在成功領 無聊戰燒的時候 有自我的人 去想一些事情 我覺得我並不是一個 非常喜歡寫程式的學生 儘管我自己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是畢業畢業 但我知道我只是 應付考試 我只是 就是 會抓重點 所以我其實並不是非常喜歡寫程式 對一個職管學生來說 不想走的學程式 好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我很多朋友也是有同樣的疑惑 他們去公司寫程式之後 發現他們也不是很愛寫程式的工作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在想說 一個職管的學生 我雖然很多興趣 但是在每個興趣拆開來說的話 我不是特別想 比如說 我喜歡整合行銷或社群應用 可是我 設計廣告的能力可能 比不上高的學生 我也可能 真的寫文字的能力可能 比不上寫手 我跟別人拆開來看的話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專長在哪裡 可是 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家裡的人 有點希望說 就是我在這個時候 他覺得說 好像我考試 就是他覺得 他們對我考試的內心 他就希望我去考中華電信 就是說 那你之後可以從事這樣的工作 可是我在準備的時候 我在想說 這樣對我來說是好的嗎 然後這時候 我就遇到了一個機會 就是之前 剛好我朋友他們在 就是我朋友他們 比如知道我聚會的時候 他們說 高雄可以今天做文創公司 他其實原本不是文創 他背後是台邪化工 就是高雄很大的化工廠 讓老闆有錢 但是等到他有錢之後 就想做自我實現的事情 所以他希望培育台灣 高雄一些在地的青年 去做一些文創的事情 然後後來我再參與 這個討論中 就很有趣 但是他們說他們 這個活動其實 這公司 現在的活動已經 一陣子了 所以他不確定這個公司 還會有缺 然後他們也不確定說 他們還不需要人 而且之前 我那個朋友 他已經用掉一個扣打 是他推進了進去 所以他可能 沒辦法那邊給我幫助 那後來我回去想一想之後 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的時候 我就不能夠措施自己的機會 我就說沒關係 那我就去參與討論 然後他們之後 就是他們也蠻有熱心的 就是他們有在討論案子的時候 就有找我去參與討論 然後我在參與討論過程中 我就有去觀察一些事情 比如說他們公司的企劃 可能有什麼樣的問題 讓他們員工 或是讓他們組織 可能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然後我發現說他們有一個員工 其實很不了解 就是有點不知知道說 老闆他交代的任務是什麼 他有點迷惑 看到他跟我一樣是迷惑的人 所以後來我在那個會議結束之後 我就跟那個員工交換影片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對這塊 輪創或他們經營的事情有興趣 我順便講一下 那公司他們的企劃案子好了 他們那個公司 未來大概在一年後 他們講的最快的 只是把鴻蒙路的 客家文化園區標下來 然後把園區整個做改造 那我覺得這是 不過以前大學有興趣的東西很多 很髒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也覺得這個企劃還很有趣 然後他們現階段企劃不是這個 是另外一個事情 然後他們的員工可能就不知道老闆 他現階段企劃要幹嘛 所以我後來 我跟他交換任務之後 我就自己私底下 就是寫任務的領域員工 然後跟他員工講說有興趣 然後後來我就跑去那個公司 去找那個員工聊天 然後跟他就是討論一些事情 後來那個員工可能就是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提出來的想法有趣 那後來在開完會之後 他就打電話給老闆說 上次開會有一個朋友 就是有一個來參與這個活動的夥伴 他有提出一個很好的想法 那個老闆我給你一個時間 明天我請他來檢報 我就想說 哇 這是謝我為福利嗎 不是啊 就是都沒有跟我講 然後就說叫我隔天要做檢報 但是我後來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我就覺得很想說沒關係 所以後來隔天 我就那天晚上 稍微熟夜 就是把我昨天想的八個方案 就是做成檢報 然後就是在老闆面前 就是我檢報給老闆一天 然後那個時候老闆 就是他給我很多 因為我畢竟我還是學生 做好沒有食物經驗 他給我很多食物經驗上公司 可是我比較開心的是說 後來我檢報完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員工後來就私底下很推薦 然後後來他覺得 那老闆你照我名字 他就跟我講說 欸青蟲嘛 就是中華電信 就只幫人家賺錢 就覺得這種事業很重要 不然的話 其實你願意 你也可以上班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公司的案 就是這公司應該是 已經沒有擴張的空間 就是他們都會開始進行 但我後來又覺得說 其實參與也是一種學習 所以我後來有去參與 他們幾次討論 然後後來我也沒有想到說 他們老闆 可以給我這個回饋 那因為 畢竟以高雄來說 一個文創的工作 他起興可以開到私外 我覺得 算是一個很有心的老闆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在很多迷惘的時候 會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們會看不到你的機會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機會在哪裡 也許我現在還在迷惘 知道說 我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 是我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就是不要放棄 找到自己去做的每次努力 那那個努力可能會點一些結果 那些結果 不管是好失望 至少你也努力過了 那我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 我很喜歡的有作家寫 英國作家說一句話 他說 我們的所見所知 不過是幻夢中的一場 就是 不過是夢幻中的一場 壞夢而已 人生就像一場夢一樣 可是 如果人生是一場夢的話 那重點就在於 我們要給自己留下的是 惡夢 還是美夢 那無論是惡夢還是美夢 在我們選擇當下 夢醒之前 就是努力的掙扎 努力的做混獸之鬥 我覺得這是限制到我們做的事情 對 謝謝各位 好 謝謝青蟲 其實從青蟲他的故事當中 你可以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 他為自己創造的機會 我想在這個 無論我們以前在學校 或是我們包含出社會的時候 我們常會劃定這些 覺得自己可能 就是可能 能力不夠 或是我 我不是那個領域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可能辦不到 但是青蟲他 他做了一個嘗試 然後 他把握了每一個機會 那其實我們常說一句話 是 機會是 留給準備好的人 那我在想清楚 他可能在以前的時候 他 無論是他的這個學習 或是他參加這些 校外競賽的一些 經驗的累積 然後讓他 做了一個 成為了一個準備好的人 然後 在遇到機會的時候 他可以把握住 然後也分享給大家 好的 那下面一位分享的朋友 是我們的 那還要分享的內容是呢 每個故事都有 各 起 圓 來 掌聲歡迎我們 伊邦 各位大家晚安 我是伊邦 那 欸 還沒開始 所以還沒計時 OK 我今天的主題是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起源 那我今天會帶來兩個主題 那第一個主題是 在之前喔 我先 先跟大家 就是簡單介紹我自己 那我是伊邦 中文名指示林伊發 那目前的話是 服務於指標物業開發公司 滑皮國際實體公司 那滑皮是專門在做 數十食品的一間公司 那指標物業的話是在做 包租工套房的規劃及改造 那下面的四個是我參與過的課程 我參加過許許多多的 收費或不收費的課程 那其中這四個課程呢 是影響我很深的 第一個 Money and You 它是在指 理性與感性的平衡 也就是金錢跟生活的平衡 那它是我的一個啟蒙的老師 嗯 這裡面帶給我很多 就是關於金錢的概念 讓我從一個就是 雖然是商學院畢業 但是對於財務金錢這個區塊 其實是很懵懂的 不曉得說現在的 嗯 狀況 就是 現實生活當中的一個狀況 它是怎麼運作的 那它是帶給我一個啟發 那再過來人性行李學的部分 它很好玩 它是一個 讓我自己看見自己 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雙眼睛 可是都是看著別人 挑著別人的毛病 那可是都看不見自己的問題 那這個課程呢 讓我看見了我自己的毛病 那最重要的是接受自己 因為我有接受自己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去改變自己 如果當自己的好與不好 都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其實我們都還是那個樣子 那個人家討厭的死樣子 那再過來就是 恩龍P 恩龍P這個區塊很好玩 它可以利用在 不管是靈性或感性的層面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透過它 跟自己的潛意識溝通 這個區塊還蠻有心得的 當就是自己在做 比如說像正向牛啊 當自己在遇到迷惘的時候 那時候那種情節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自己的潛意識溝通 去取得一個正向的力量 如果他也同意 我也是這麼做的話 那我就會放手去做 那另外一個福治文教的廣論 這個部分是正在進行當中的課程 它是三年才有辦法結業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恩我覺得很棒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接觸到它的話 我覺得不管是什麼樣的宗教信仰 把它所帶給我們的思維 恩帶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我都覺得很受用 好接下來就是 恩我第一個主題就是 廚師與麻瓜的理想國 恩正在廚師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會覺得說 雇主,雇主是什麼 在哈利波特裡面 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有看過哈利波特嗎 有 那麻瓜是什麼 不會魔法的人 對不會魔法的人 那在廚師的角度裡面的話 他就會覺得說 老闆就是麻瓜 他什麼都不懂 那我呢 我這個廚師 我可是什麼都會 所以不雕你我雕誰 那再者 你想偷學我 門都沒有 因為我知道 你學完了之後 你就是要把我趕走啊 不好意思 你先上去 可是 當我們畫一個角度 換成我是老闆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白帽子的都很懶散 三天兩頭都請假 然後跟 跟女朋友分手了之後呢 又消失了兩三個禮拜 啊 所以 我真的覺得很討厭你 討厭到有一天 我真的很想要把你趕走 這個就是老闆跟廚師的一個心結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 嗯 其實這個部分 可能 在之前的話 可能會是擺在很後面的 那只是剛好在 這段時間的一個機緣 讓我提早看到他的問題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說 能夠透過我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去終結 就是廚師跟僱主的關係 我希望能夠找回就是 人跟人的那一份信任 嗯 boss能夠讓利給對方 然後廚師也能夠很負責任的 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怎麼去做到呢 從三個角度來 來去做 第一個就是核心價值跟共同目標 然後再過來就是各式 其職分紅入部 最後能夠就是 創造一個夥伴家人的關係 能夠共生共融 那其實在這三個 在三 這三個大項裡面 有很多的計畫需要去執行 那其實 我知道就是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 才有可能去 說不定才有可能去改變 這樣的一個生態 那 我也 我也很了解 就是說 當如果我們想要去解決 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 你必須很殘酷的去面對說 自己的獲利能力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要把這個部分 放在一個第一的優先位置 因為唯有是這樣子的一個基礎上面 你才有可能去 去從事你想要去達成的目標 那 目前的話 我正在寫計畫書 那 就是透過計畫書 能夠爭取到一些資源跟資金 然後再過來的話 點的部分也正在找 那有幾個合適的點 我很希望就是說 找到一個理想的地方 然後從那個開始 那 我的 我所定的族群的話 是在 上班族外十人口這個部分 因為我希望能夠透過簡單的模式 讓大家能夠吃得健康 第一個就是 滿足我們的口腹治癒之外 也能夠健康 再過來就是說 希望創造一個 就是連鎖品牌 那當然就是從我自己本身開始 那這個連鎖品牌 為什麼會想到連鎖品牌 那是因為 在前陣子就是秉新的這個 有品事件 我覺得 我想到的是 除了這些受害的消費者之外 全家這些加盟者 他們很可憐 因為他們加盟了全家 所以他們必須背負這連帶的責任 那這些加盟主 當初是捧著大法的鈔票去加盟他們 可是卻沒有得到相對就是負責任的回憶 所以我才會去想說 那我要去做這件事情 從一家店、兩家店到好幾家店 那這是我自己的一個計畫 然後我最希望的就是說 到最後可以看到 廚師能夠專注在他自己的廚藝上面 就像一個小男孩一樣 就是這麼的滿足跟專注 然後希望這樣的景象能夠更早 到來 再過來是我第二個 第二個主題 欸好像只睡在一分鐘了 就是為什麼我會選擇統治房地產 就是在2008年青龍海校那一段時間 我們的一個朋友 他是在期貨外匯這個地方 是非常棒的 就是他對自己這個操牌是非常的棒的 那他也賺了非常多的錢 那在這一年當中 他一瞬間就是好幾百萬的刺激 就這樣也不見了 就在那一年 他選擇就是在台東的外海 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那其實在我們的心裡 留下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淨嘆號 因為對我們來說 相對於市場上所有的人 可能是融資斷頭的 他只是歸零 為什麼會這樣子 真的是讓我們很錯了 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就開始不斷的尋找 然後最後在房地產這個區塊落腳 那也去實作 那接下來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的一個學習的心得 跟操作的一個分享 那這是市政府的華夏 那我們透過一些簡單的 就是裝修 壁紙啊還有窗簾啊 然後留下一些堪用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不堪入目的東西 都要把他刪除掉 然後原本那個沙發是 那個相比錫龜那樣子很難看 那我們就是把它弄了一個 那個沙發套 讓他看起來還OK 然後這個是市政府五樓公寓 以他那樣子的狀況來講的話 大概只能夠穩得到6000塊 那透過我們的就是整個規劃之後呢 他現在目前是租到3萬2 然後再過來是熊山五樓的公寓 像那樣子破破爛爛又是五樓公寓 我想6000塊應該也沒有人想要去住 那我們把它整個規劃完之後 是租到3萬6 再過來是收購的四樓透天 這邊的話會很特別就是 可能跟大家會看起來會覺得說 欸他又沒有什麼裝潢 沒什麼木桌 為什麼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其實他是有一些秘密存在的 包括他的那個陽台還有廁所 這都是很關鍵的 所以他才有辦法租到8萬塊 然後我們會選擇這樣的狀況呢 是因為他有固定的經流 所以我知道說 如果我還想要創另外一個業的時候 說不定他可以就是讓我有一個安全的依靠 那也不至於說我遇到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會沒有辦法支應我自己的生活 然後再過來就是可以由別人來幫我找這個房貸 那我自己擁有這樣的一個資產 那最主要是沒有短時間賣出去的壓力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操作太大的風險 可能很多人會用比如說用轉賣的方式 你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就必須把它出手等等的狀況 但其實是會非常有壓力的 然後廠商的報價黑亂面 我好像沒辦法分享了 如果有興趣想要了解的 是不是可能日後可能會有操作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最重要的是我送給大家 我非常喜歡的這一張圖 那張圖是我從網路上看到的 那我不知道是誰存在想的 但是我覺得是 那根小沙迷真的很可愛 他的臉好圓好圓 然後看到他的時候我就覺得說很開心 然後我查了一下 非常隨喜的意思是指說 讚嘆大家所做的事情 或者是善行 然後隨著大家而歡喜 所以就是送給大家 然後感謝大家的聆聽 非常隨喜 謝謝 謝謝 好 所以Yvonne她在分享這個故事 就是說每個故事都有個起源 因為我原本在想像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起源 原來她分享了三個分別不一樣的 是她在做的事情 然後 然後這每一件事情 她背後都有一個她最初的 引發她做這件事情的一個動機 那我在想其實剛才每一個故事都是非常精彩 像包含剛才第一個 就是你在做的素食 其實我想在場有很多朋友 因為包含我自己 就是我很想再多做深度的了解 然後還有像 後來這個房地產投資 因為現在這場應該很多朋友 包含我們在創業上面 說 如果 額外的有一個 額外的固定的這個收益來源的話 所以是不是 接下來的這 這個三個主題 能夠在我們這個圈圈 開產三個月的主題分享 對不對 對 好馬上簽下來 好不好 掌聲謝謝謝謝 謝謝 好的 那再來呢 是我們的這個 俊 俊傑 俊傑 他要分享他的永安法